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军事技术和战争能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到了支田信长时代 日军普遍装备大量的火神枪和进口火炮 葡萄牙和荷兰成为当时日军西数武器的主要供应商 虽说日本各藩的规模普遍不大 甚至很多网友说日本战国的战役 更像是村落之间的亵动 但平行而逆 经过几百年的战争垂裂 此时日军的作战能力在东亚绝对是首屈一指 否则也不可能在后来的清朝战争中攻城拔战 把朝鲜国王一直赶到鸭绿江边 支田信长基本统一了日本 可无奈经过本能寺一役 降星陨路 随后便迎来了封臣秀吉时代 在国内各大藩镇被基本平定之后 封臣是把目光描准了朝鲜 计划在占领朝鲜之后征服大明 即而夺取印度 实现惊吞世界的目标 在封臣秀吉拟定的方案里 拿下明朝之后 要把天皇迁到北京 日本国内的大小事物 统统交给自己的养子封臣秀次 而秀吉本人则坐镇宁波 专是对义作战事宜 在秀吉的这种安排里 把本土交给秀次 把天皇安置在北京都很容易理解 但为什么秀吉本人 却选择宁波作为自己的欺身之所呢 从地图上看 宁波跟印度八杆子打不着 除非日本人在地理上是白痴 否则绝不会把宁波 作为禁军印度的前哨战 而在惊涛骇浪被充当窝口 欺扰中华多年的日本人 显然不是地理盟 封臣是把宁波作为老巢 有其更深层的考虑 在执行海禁政策多年的万历时期 大陆沿海的很多重镇 根本没有发挥出港口城市应有的作用 宁波作为少有的一个东商口 连接着与朝鲜 琉球以及日本本土的贸易往来 从秀吉统一日本之后 变兴举国之力修建大阪城来看 这个人虽然是军阀出神 但有着极为发达的商业头脑 在其他大明依旧指望从千皇那里 多分的吉姆封地时 秀吉就已经依靠大阪独特的商业位置 大发贸易横财了 这也是的多年以后 当德川是把封尘后人的封地瓜分殆尽之后 秀赖以及石田三成 依然能够用大量的金钱 在一夜之间招募十万浪人 彼时的宁波在经贸上就有着让秀吉无法忽视的巨大诱惑力 如果日本征服了大明 那么无论是从朝鲜、琉球 还是从日本本土运来的货物 都可以经过宁波进行贸易和周转 再者 从唐朝后期开始 江南就是中原历代王朝 最重要的说服来源 秀吉选择把制所定在宁波 也是为了靠近江南这块高鱼之地 搭仗终究还是打钱粮 有了资金可以造舰队 有了舰队再去谈远征 印度也未为完衍 不得不说 作为一代骁雄的封尘秀吉 确实有自己独到的眼光和策略 只可惜遇到了大明一切企图都是枉然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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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